10萬火急 救護車奔馳 要趕緊將男子送醫 途中還不停實施CPR 卻仍然回天乏術 這因修車不態 男子竟然被撞死 回到消失現場 車殼碎裂 銀色小客車被這麼一撞 90度旋轉 橫在車道上 當時這名修車男子就在路肩 才把右前車輪拆了下來 卻遭到後方車輛 追撞上去 照式駕駛說的燈光 其實是這一盞維修車廠的探照燈 對著車道照 讓駕駛閃避不及 看不到撞上去 放在路邊 要人不來補電 你想說他在裡面補 所以應該是還好 我後面放三角車 豹胎駕駛說 自己有駕三角錐 那到底拋錨意外怎麼辦 其實也有SOP 最好先按下警示燈 並在車輛50到100公尺後方 設置警示三角錐 人也要躲到車頭 再求救 但問題來了 由於74線上 路肩窄小 根本無法停滿一輛車 警方建議遇到這個狀況 要立刻把車推下交流道 再處理 因為74號的那個 設計他的路間 大概在一公尺左右 不適合在那個上面維修 之前有駕駛在74線上爆台 好在當時有後方員警在場 立即護送他 緩緩下快速道路 沒有釀成意外 警方就提醒了 快速道路上意外難料 遇上拋錨 最好拖下平面道路 再處理 這公尉的李源斌 台中不老